不是佛说的字啊 那不都离开了吗 如何解释 一文解义 三四佛愿 一绕经的文字来解释佛这个意思 那是佛的愿解 说你不离开 要离开文字 那要解释佛意怎么解释啊 做么什么 离经一字不可以 一文解义 照着经义上说 照着文字说来解释佛意 也不可以 究竟该如何 这两句话含义啊 说你学佛者 学对佛者 不要执着 取消你执着就对了 不要执着文字 也不能离开文字 说着 使佛 佛怎么做的 我怎么去做 佛要忏悔 佛要你相信英国 我想这就对了 相信英国就对了 不能离开佛的教诲 现在的人 不照佛所说的去做 不照佛所教诲的去做 而且是啊 根本没体会佛意 佛这段说法 这个会说法 什么意思啊 到底哪些人呢 哪些是当机的 从这个要 用你的智力 用你的观察 修行力 六说吧 在弥陀经 佛教你念 阿弥陀佛 修圣极乐世界 在弥陀经上这样教导呢 相信六方佛的家词 相信极乐世界 确实存在的 相信极乐世界 升到那个地方去 就能够直至成佛 这是建立一个信心 叫你念阿弥陀佛 怎念的 要一日 要二日 要三日 要四日 要五日 要六日 要七日 一心不乱 问题在这一心不乱上 你念一天 那就死了 死了就马上极乐世界了 等不到念一天 为什么 能够一心不乱 念七天 你一心还在乱 生不到的了 还有特别的六方佛 六方佛加持力 你这要记到 我的自力是不够的 但是祝佛把我送去的 六方佛加持 但是你得建立一个信心 当你 你要往生时候 有默念 六方佛都来了 加持我 我虽然不有一心不乱 那六方佛把我送去了 他的经上 佛所教导的 有很多含义 你不能钻牛隔间 把那个经历的意思好好体会一下 但你把那经历和体会到的大义 不要在文字上去计较 那前头呢 形容的 西方极乐性的境界 殊胜的 跟你现在的这个苦难当中 说佛世界是不同的 在那边生几个新药心 在此度生几个燕铃心 燕铃这个地方 要到那个地方去 说那个地方怎么好 怎么好 我看见报纸上经常偷渡的 一次啊 一两百人呢 三四百人呢 三五个呀 一二十个呀 都死到这个偷渡上的 要有这种钱 想发财了 就想发财了 把它转变一下 求生极乐世界要这个钱 我看都得渡了 都得渡了 那以必死之心 要出去挣钱 如果拿那个钱换来 说要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 这叫业呀 敬业难成 眼业呀 他自己非常往里钻 钻得非常诚恳 这里还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个呀是造业 造业呀 那个业员呢 就帮助你 咱们说有魔神魔鬼吗 魔魔 现在五蕴魔 帮助你 走着生死路 那是殊胜的 是不生死路 你虽然是信了 虽然也念了 不肯切 不是肯切 因此呢 你学这个法的时候 学印和深闹的经 你还是把它贿入 你日常生活 深意 你浅出吗 潜意 你深理解吗 你先领导 能得进入 那至于了达祝佛的广大秘密之境 善知一些佛的平等法 你见诸来普光明地 为无量三昧法门海门 你一切处 谁所献身 就是 谁你献什么身 你所行的都是四法所行 就是四间法 这 还有个秘密 秘密就是 意义另一方面的秘密 西通其事 这是我们大家所说的秘种 秘种 总词广大 记住法众 辩才散巧 转不退法轮 转不退轮 秘密 咱们讲个秘密 大家都会念 翁阿红吗 干什么秘种的 翁阿红 什么意思呢 那意思是秘密 咱们把秘密 解释一下吧 翁阿红 身口意 身口意 秘密的什么呢 现在母的身口意 现在母的身口意 就是祝福的身口意 这是秘密啊 法会经上说 一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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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乘佛 称一乘佛 一乘佛 称一乘佛号 一乘明号 称或者释迦牟尼佛 称个明号 没有什么 你到了塔庙里头 看见佛像了 但建了寺庙 当然寺庙里 佛的寺庙都是佛像啊 一乘那么佛 就是 那么佛呢 就是 一归于佛 一乘那么佛 那么就是归一 那么就是归于佛 结以成佛道 已经成佛了 跟华严经说 跟华严经上所说 你闻着这个经 相信这个经 你就成佛道了 一发菩提心 结以成佛道 那唐义便说 一乘那么佛 当得成佛道 那预教他给转变了 说当得 将来得到道 但是 经上所说的 一乘那么佛 入于塔庙座 当和长小弟同 结以成佛道 那这个就寺庙里 含着有秘义 就有秘义 文王洪书 咒语来显现 结以成佛道 这个意思 要大家去理解了 这是一个法华经 一个华严经 大家知道 佛所说的法 最了意的 最究竟的 这是华严法华吗 出成佛所说华严 要如涅槃了 说法华 那一些众生 都成佛 但这是秘义 怎么成啊 一成 那么佛 就成佛道了 这里的含着有秘义 叫秘 如亚庙座 单合掌 小的头 皆以成佛道 怎么成的 中间这段 秘义 能念 你听着念 吼啊哄 吼啊哄 念 身口意 身口意 这有什么含义呢 这是 用你念 你现前你的身口意 转变成 祝佛的身口意 这叫秘 这一转的 这个中间转 这个是秘 还有一个秘咒 它多含好多种意 它不反 一反了 就失掉原意了 波罗密 它不反 你就念波罗密好了 你问是道比难 你翻道比难吗 但底漫就是 就此难道比难 当世俗间会了 它不反 你要研究研究 它还有别的含义 波罗密 就成佛 成佛 大家都成佛 它含这个意思 这叫秘密 现在没有没念那个 我妈咪八门红的 什么含义呢 翻成莲花 而且白莲花 你一天念白莲花 白莲花 谁也不念了 你看 我妈咪八门 我妈咪八门 他念了 他不知道 白莲花什么含义呢 秘密 在于你而不远 清静洁白 永远清静洁白 但是他可生到 五五于你里头 比你一样 说你在这六道轮回 能够清静无眼 这就是佛 佛 佛 佛安静就是密教的法师 这里含着意思 非常的广泛 说 祝佛的广大的 深密的 秘密的境界 现在我们讲这个 就揭发秘密 这些广泛 毕密 所有的 各种教 不论大小 都出广泛的生气 闲密 眼镜 都是广泛的生气 广泛的 每一个每一段都含着这个意思 为什么相见果德呢 果德就是秘密的 我们从凡夫 要把佛的境界了解了 不是秘密吗 就是理解佛的秘密 理解佛的秘密了 你拿这个秘密到上走吧 你这个到上走 那你也懂得秘密了 你就成佛了 得了究竟秘密了 但是得把你身口翼转一下 转变佛的身口翼 喊你喊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吃饭都要念 念一个 虽然有个幼体 幼体是假的 是空的 那这嘴巴 吃饭这嘴巴 也是空的 也是假的 身体都是空的 那以假对假 吃的饭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这全是假的 真谛在哪里呢 在这只是吃饭了 吃饭的时候 念个四言八句吧 先供个佛吧 先供养三把吧 完了再吃吧 还念几个咒吧 显密加词啊 那我们显教里夹的咒 一样的 其实佛说的法没有 秘密的 你不理解了就是秘密 你理解了就不是秘密 懂得这个道理了 你在学华严经的 甚深广大 显现佛的果德 这个文字啊 讲起来 你听起来 你以前没听过 现在感觉很生疏 等你听过十遍八遍了 他就不生疏了 不听讲 不听讲你面呢 面一样的 你打开华严经了 就入了法界了 毗洛诸诺就在你面前 他是已强的 你是未强的 他就是你自己 毗洛诸诺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就是毗洛诸诺 这和二为一 现在不行啊 现在你就一分为二 因为你现在没得到佛的果德 当然没有佛德的果德就用了 现在你一偏 能够四肢运动 口里能说 心里能想 你知道这是 也是秘密啊 什么秘密啊 你害病了 也不能说了 天天吃饭 吃饭啊 胃口不消化了 吃不进去了 那也是秘密在那个地方 你看你正常运转啊 好像 当你没病的时候 无病一身轻啊 但有病的时候 你才知道 这才叫苦啊 才知道你的身体是苦本 不害病你知道吗 生老病死啊 佛说这个 很玄也很妙的 还是见到你生老病死上 你把生老病死看破了 看空了 看没有生老病死 没有生老病死 能随顺生老病死的缘 随缘不变 不变你的本性 不变吗 又能随着生死缘 在苦里不苦 你能做到这部分呢 你就成了 病了 你照样的运用 你的四肢百害 没病 病是假的 办得到吗 办得到办不到 病是假的 现在我又科夫啊 老是假的 不老 真不老嘛 跟年轻的就是不同了 人家拿了动 你拿不动了 人家看得见 你看不见了 人家听得到 你都听不到了 这是真的啊 我们老法师 老法师的老法师 提前老法师 昨天讲着 天台中的 近代的 也算主事了 他还病的时候 很苦 他就让出生意 哼哼 事者就跟他说 老法师啊 天台中假灌嘛 假了他嘛 老法师就笑了 灌是假的呀 痛还是真的呀 痛起来还是真的呀 假不了了 这叫夜 懂得吧 夜转了 你才假得了啊 真正假假 虚虚实实啊 我们都被假的骗了 那你自己还在做假 还在骗别人 就这种 你假的骗我 我假的骗他 大家互相欺骗 那么就 学佛者就揭发出来了 假的了 大家运是他 假的就是假的 假的真不了 真的不死 不生 不灭 你说假的吗 假的 当然要死了 当然要死了 病的时候你痛苦 你以为没有 灌成假 真的是假的 还痛吗 谁在痛啊 你灌你那个 感觉痛那个觉 你平常用用 痛会给你减轻很多 虽然没成功啊 灌没成功 但是效果很好 但你痛的时候你灌 谁觉得痛啊 我平常怎么不觉得痛啊 怎么现在觉得痛啊 你把注意力给他转移了 找不到 谁在绝啊 绝在哪呢 你这方面一注意啊 那个痛你就减轻了 真正减轻了 你试试看吧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防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花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独钟 利乐友情 海涛慈悲基金会 散播慈悲精神 照亮社会角落 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富佑 年长者 身心障碍者等 都需要被关怀 海涛法师 于2019年 成立海涛慈悲基金会 秉持佛陀 宏化社会 利益众生的慈悲心 积极关怀社会 同时致力于 社会进化的工作 监狱关怀 校园讲座等 慈悲是佛道之根本 欢迎诸位大德 加入慈悲的行列 让慈悲的阳光 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恼化每一个众生的心 扑持账号 50416116 50416116 扑名 财团法人 海涛慈悲基金会 生命电视高雄慈悲道场 举办台东慈悲行 恭请战士法师主法 日期 4月26号星期五 上午9点 恭送法华经 4月27号星期六 上午9点 传授八关灾解 下午恭送法华经 4月28号星期日 上午9点恭送金刚经 地点 东海龙门天圣宫 地址 台东市中华路一段 889项 63-1号 点的电话 075569911 075569911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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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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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要供养 因为佛教最大的力量 来自于信心 你对佛菩萨的信心恭敬 就像一个人 你对你父母有信心 你觉得你很幸福 你对三宝有信心 那你又得到加持 如果你没有信心 得不到加持 所以阿弥陀佛要我们有绝对的信心 那你现在就得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加持 往生更得到引导 那百分之一百 所以各位要每天都供养 好不好 要观想供养 所以有居士菩萨大慈大悲 做了很多这个食供养给我 我就送到各地方那些菩萨 我每天都在供养 然后供养久了 你就背下来 然后香花灯涂过 做供养 但是从外供养要达到内供养 外在的供养 达到修持的供养 香代表戒律 香代表慈戒 戒香 花代表慈悲 慈悲心所做的一切 唯妙万行 灯代表智慧 然后屠油代表柔软 广结善缘 果呢 这个果的供养 代表一种愿力 希望自己能够圆满这个愿 能够去利益众生 然后由这个外和内 真实地达到佛的心态 所以借过供养 我们也希望大家成佛 好不好 因为我们今天对佛有信仰 我们希望我们将来能够成佛 也来帮助众生 希望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 信仰佛 就是信仰自己可以成佛 而这样发起愿成佛的菩提心 来归佛 愿成佛度众生 愿成佛 你叫归法 身性因果 大慈大悲 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心态 归身呢 真实地去实践慈悲 以佛的智慧 叫生且 那事实上 三宝都在我们自信里面 自信三宝 这样真实去做 好 一心齐情 佛法身三宝 本师释迦摩尼佛 降临法会 我为父母祖先 六道友情 所有冤亲在主 消灾排位 往生排位 坐大供养 愿父母众生 得三宝加持 离苦得乐 恩阿虎 我必须提醒各位在念的时候要念 心里要融入 要观想 世家往昔 七知弘言 而且真心的祈愿 当愿众生 这个就是调心的方法 不然你每天来道场 跑来跑去 从来不调自己的心 那这样 就没有得到佛法的意义 你还是会起烦恼 控制不了你自己的 所以你要 依文做官 很认真 养成习惯 念心经就是念心经 不是嘴巴 是心里融入心经的意思 虽然我们没有体悟空性 但是我们一直朝这个方向 很努力 那各位要这样 训练你的心 达到一个修行的目的 我祈求各位 每次供养水果 或观想的时候 把这个水果的味道 回向给爱吃肉的人 因为经典说 你一直回向这个水果的香味 就断除他对吃肉的执着 那这样就 不但他不造业 很多动物也得救了 很多人不要再造这个 杀生吃肉的业了 特别可以消除那些传染病 不好的 所以我每次去机场 他们就 出来进去都会检查 那个时候我都 观想水果 因为你要 任何经济 不能说 我没有感冒 不怕 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说 希望我能够 那个时候记得 观想所有的水果 共和 消除世间 所有传染病 瘟疫 那你要弄任何对劲 因为在飞机上 每次他们 当然我们是吃素 但是飞机上 人家可以吃肉 热热 哇 那个味道很痛苦 所以那时候 你要观想水果的味道 来对峙那个肉味 奇怪 那个肉味就不见了 超度了 并不是自己戴口罩就算了 而是要超度他们了 所以你让你闻到 肉的味道 众生在求你 很苦 他们被杀了 所以特别水果 有这个功德 我们花了一点时间 做供养 无非是希望大家 多一点这种 供养的心态 观想 所以让自己熟悉 永远不离开 三宝的加持 就像一个小孩子 永远有爸爸妈妈爱他 这小孩子就幸福快乐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一个三宝弟子 对三宝有信心 虔诚供养 而且一直得到 佛菩萨的加持 善知识的加持 你的内心很容易平静 也很容易得到智慧 也很容易修慈悲 为什么 因为三宝是一个 慈悲的总体 一直在感动你的心 引导你的心 就像我刚刚讲了 家属去看病人 家属心态就会影响病人 医院的环境会影响病人 所以大乘的教育 不离开净土的教育 那为了要达到 这个智慧慈悲 所以这个净土的清净 净土的平等大悲 就让我们改变了 然后你回向娑婆 就是五卓二世了 那你就怀着这个智慧慈悲 去度众生 那就像今天 大家来守宝晚宅界 也是怀着这样的心 不伤害众生为原则 保持内心无贪嗔痴的寂静 生起慈悲喜舍 对所有众生的关怀 那各位就把这个心态 态度 行为 明天或晚上带回你家 带到你的社会团体 带到我们的世界 所以守八万灾界 叫世界莲花 那希望这朵花 永远都开着 好不好 那就是菩提心 所以如果我们维持在一个菩提心 那你不分在家出家都可以 因为菩提心包含了身心因果 包含了解脱的空性 包含了对众生的悲心 跟精进的 成佛的心态 用这样来生活 不分在家出家 那所以每天都感谢三宝的加持 每天意念的众生的苦 自己要保持在一个菩提心的状态 那这样呢 就是不断了 这样过一辈子 各位不要想得太远 未来心不可得 也不用后悔过去 过去心不可得 也不用说 我哪里没超度 你当下的精进跟菩提心 那些父母祖先会不会超度 不用问了 问的人是没信心没办法了 你就保持这样 那就一切都没问题 那为什么没有超度 那为什么你还在烦恼 为什么你还在生病 因为因就是你没有保持菩提心 如果你恢复那种 无我的菩提心 那不是一切都恢复 不但恢复 那你的妈妈会不会健康 那力量很大 你还可以承担众生苦 你还可以回向给她 当然要达到这个阶段 是个理想 所以当然是 理想是如此 但是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拜颤 八十八佛 地藏经 有些一直提醒我们怎么做 不然的话 这个五卓是随时影响你的念头 所以你一定要看经典 参加八万哉戒 虽然你知道八万哉戒 但是由大家一起在修行的气氛 有没有得到加持 就互相感恩 互相加持 诸佛加持 所以当然我们还是要 就像出家人也要三个月的 结下恩居 好好地自我反省 然后能够断除轮回的音 诸佛欢喜 也能够自我反省 自自身 你令诸佛欢喜 佛欢喜悦 所以我们现在 齐请三宝的加持 不是加持我们 念一下 加持六道友情 加持 说婆世界 如果这个世界 有一个这样子 有信心菩提心的人 那你住在哪里 哪个地方都得到了加持 这样来齐请 所谓慈悲心 就让我们 跟属于有的众生 都连在一起 关心他的快乐 承担他的痛苦 根本忘了自己 念一下 我苦他安乐 你要修菩萨道 也要准备 所有的痛苦都给我 愿所有众生都快乐 并不是没有痛苦 所以要有空性 你要觉得 没有我在受苦 我这个苦 我个人的业报 再大的痛苦 我都可以超越 所以你要忍 要安忍在这个变化里面 但是众生的苦太重要了 我想大家都做得到 妈妈在生我们的时候 妈妈好苦 泼腹生残 也裂开 然后呢 才可以生下我们 但是妈妈身体 虽然苦啊 叫啊 痛苦啊 但是呢 她想到小孩子 生下来冷静一样 手在给我们开刀 流这么多血 心里很冷静 很平静 一心一意想要 让我们赶快好起来 所以那学佛就是 保持在这样的心态 跟状态 来学习帮助各种众生的方法 如果你还有起心动念 心里很乱 不但帮助不了众生 有时候还会影响别人 就像一个 手上拿着刀 还会开刀 咕咕咕咕咕咕咕 反而眼睛都刮掉了 因为你身体在战动 在怕 那你怎么样 没办法去帮助别人 所以保持在这种状态 我们引导了所有父母众生 求佛菩萨悲肯射受 我们虔诚带着众生 忏悔过去所有的 贪嗔痴 身口意所造的恶业 乃至正在受苦的状态 使所有众生 身口意三业 无污染 方堪受戒 这句话记住 如果你身口意还有污染 那你在这边坐了十天也没用 因为得不到戒体 也就是说 你的动机 你的身口都要守好 特别站在菩萨界 虽然想菩萨 但是你身闻的戒律 要守得很好 五戒十善 这是基本的 那菩萨更重视内心 而不是说 我们内心守戒 然后外表随便 不是了 一定要身口意三业都清净 不执着 而且充满悲心 那你才可以得到菩萨的百万哉戒 各位要知道 生命很苦 我看到有些人在哭 我问他哭什么 爱情很苦 那你就不要 爱情就不会苦了 谁叫你要呢 身体很苦 那你就放下身体 心里平静就好了 身体交给医生 医生帮你止痛 吃药 那你心里保持正念 如果你要抓的身体 你要抓的地位 一个男人总经理被开除了 心情很不好 我认识一个总经理被开除了 想要自杀 我说做总经理有什么快乐 那你那么执着 那苦是你不放下 你放下就好了 对不对 做总经理 跟本来做小职业有什么差别 现在懂的佛法比较重要 能够修持佛法 超过几百个总经理 所以各位这个你要痛苦 还是你自己抓着不放 放不下 那你不要执着就不会痛苦了 你一执着就会很痛苦 所以各位要心想忏悔经济的毅力 不要再受苦了好不好 你就不要再生气了 不要再执着了 那你我要我要 然后你摆 摆到脚上去也不好 因为你不想放弃那个贪生吃 所以佛说你要心想忏悔经济的毅力 所有的痛苦来自于我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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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爱 我不爱 我臭皮 我不敢玩 那这痛苦 你不把这个舍掉 你败了干嘛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忏悔的毅力 要断除我职 所有的我职所生起来的 我喜欢 我讨厌 这些贪生吃 我嫉妒 那也造成你痛苦 所以这些烦恼的根源 你要消除掉 那身体不要再去照页 嘴巴不要再去骂人骗人 也不用虚伪 假跳也不好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这个有自私动机的 柔软的原意都没有一样 很可怕 这个叫惨取 虚伪 所以人要正直 所以我想你要深口意都不执着 然后这样去忏悔 不要再造恶业了 不要再欺心动念了 决心发誓 改往修来 那你不要再生气 你骨头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再加上你去忏悔 OK了嘛 所以今天十五 我在马来西亚印尼 请他们大放生 当地的可怜 那些市场的野生动物 蟒蛇 猴子 蝙蝠 请他们赶快救 那些野生兔 当地人喜欢吃野生的 特别华人有钱 土人去抓华人吃 所以能够救多少 算救多少 所以除了我们不杀生 我们还要抢救生命 所以各位要有这个决心发誓 改往修来 不要老是同一个问题 让别人很烦恼 那你自己也很痛苦 所以更务在做诸恶业 不要再起我执 烦恼 恶业 不要再自私 所有痛苦的根源 都是自私自利 所有快乐的 来自于慈悲喜舍 佛的心是快乐的 私心是痛苦的 所以各位 掉个头好不好 掉个头就好了 努力去做 但不为自己 为众生 你为众生 那你自然有福报 不要去想福报 慈悸的人自然有福报 八万再接福报大不大 一天一夜就可以做皇帝 做国王 七世升天 那你为什么没福报 因为你没有老师慈悸 不能超外表慈悸 要身口意要慈悸 所以我们要改变自己 千万不要再有不好的动机 语言行为 然后呢 去做好的 命运就改变了 那我希望大家得到了 最圆满的戒体 无上菩提心的戒体 上上品戒体 那这个戒体来自于你的发心 那特别我们大乘佛教 讲菩提心 各位也不能为了自己的解脱安乐来修行 各位也不要为了个人生死来修行 那这些你一定会得到的 这是无法避免的 如是因如是果 因为八万再接的实践 就会让你有实践的福报 就让你种下解脱的因 但是站在大乘佛教呢 他是希望我们发起无上菩提心 那各位代表所有众生 众生都是对我们有恩的父母 愿他们离苦得乐 而我们要来承担他们的痛苦 精进为他们修行 愿他们离苦得乐 愿他们成佛 也为了让他们成佛 让自己保持在佛心来度他们 佛心就是菩提心 保持在一个菩提心 然后能够圆满菩提 所以要用无上菩提心来受戒 那三宝的大家持 因为随着你的发心 而消除了我们跟所有众生的恶业 要这样想不要自私 消除我恶业 我癌症好一点 你要想 因为透过你的病 关心所有众生的病 透过我们的轮回苦 关心所有众生的轮回苦 所以要观想的是 所有众生的业都在你身上 透过你把众生的业消除了 就像对方很痛 先吸过来 再把它净化掉 对方不会 我会 把它吸过来 再把它净化掉 所以你要用你的身心 去承担众生的痛苦 消业上 因为三宝的加持 我们对三宝的信心来求戒 所以 头顶就汇集了八观在戒 各种的戒体的光明 像彩云一样覆盖着我们 随着我们的发心 我们得到不一样的功德的戒体 所以你用菩提心 那你的功德太圆满了 成为成佛的资粮 所以我们跟所有众生 都得到戒体 他们就脱离不好的形象 各个恢复清静相 都得到戒体 每一张牌位 亲戚朋友 附近邻居 所有众生都如此 诸佛菩萨最大的愿 就是能够把他的功德 完全给我们 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 不要再贪嗔吃 用着一个很好的动机 那你就当下 念一下 当下成佛 虽然我们还不是佛 但是有佛的力量 可以帮助众生 用佛的力量 就为对方念阿弥陀佛 用佛的力量 就为对方持重 你考虑过了 你思维过了 归佛 不再归天魔外道了 归法 绝对不伤害众生 归生 远离二知识 我们要来实践 慈悲以智慧了 要这样在三宝的 绝对的信心 来好好的持戒 可以得到戒的功德 从外在的行为 保护内在的戒体 修行是理外如一的 当然你这个戒体 你看发什么心 就得到什么功德 哎呀 我不要再谈恋爱了 我不喜欢再轮回了 我希望能够解脱了 这样来持戒 那你就解脱 菩提的功德嘛 但是当然我希望各位发起 愿众生都解脱 愿众生都成佛 愿承担众生苦 愿承认众生 都是我们亲生的父母 所以跟父母没有恨 也没有世间的爱的执着 对父母只有绝对的报恩 希望他离苦成佛 发起这个无上菩提心 来持戒 更重要 这个圆 各位要生起大悲心 跟众生连在一起 每一个国家都是我们的国家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的家园 要把它建立成极乐世界 每一个友情 小子最看得到的蚂蚁 都是我们最亲的父母 最要感恩的 一定要让他离苦 一定要让他成佛 为他精进修行 要这样子发大心 所以如等当偏远法界 一些友情非情境界 发起这种无上最圆满的 成佛乃至度众生的菩提心 还持每一条戒律 各位 吃树有没有功德 这样讲就还不圆吗 吃树没有功德 只是你不造恶业而已 劝人吃树才有功德 所以光吃树还不够 劝人戒杀 劝人放生 劝人吃树 好不好 进一步 这个消极要变成积极 所以我们不杀生 那你心里要想了 来 当愿众生 皆不杀生 所有众生杀业 我来承担 所以你要怕病 来咯 我来承担 那你只要保持一个菩提心 有菩提心的身体 鬼神冤心在 一接近你就超度了 所以你这个人 为什么冤心在住这么多 不是菩提心 天天在贪生吃 天天贪生吃的鬼都在你身上 你要怪谁 你转为菩提心 那他们通通都怕菩提心 这就是佛法 了解吗 就算你已经病得快死快死了 得癌症 小业障 怀着菩提心 躺在那边 这个世界都还得到力量 这个叫戒体 请问各位 今天晚上在睡觉 这个戒体还在不在 还在利益众生 整个法界 因为你的戒体而改变 所以你的菩提心 戒体片缘法界 所以你只要 就算在睡觉 就算今天死了 你戒体都还在利益众生 所以要怀着这样的心 来守戒 想的都是众生 所以不但不杀生 承担众生苦 希望所有众生都离苦 我们活在这个世间 是要吸收别人的痛苦 不要怨 不要恨 别人对我们不好 我们忏悔 我们感恩 永远维持这样 只有一个目标 要让对方成佛 让对方成佛 你用这个动机 你现在有结婚 有小孩 我是要让他们成佛的 为了让他们成佛 我不会谁谁脸 我不会耍脸色 我不会看不起对方 因为你看不起对方 你保证不能成佛的 一个骄傲的人 不会成佛的 所以我们要把众生 放在头顶去服务 去服侍别人 服侍别人 而且要做模范给对方看 要不断地祈求对方成佛 我们要吸收对方的苦难 愿大家都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一见面就奥弥陀佛 就是从内心里面尊敬你 感恩你 愿你往生净土 将来成佛 度众生 要不断地这样 告诉自己 每一句奥弥陀佛就是 我感恩你 我应对你慈悲 我要你成佛 我要你度众生 希望各位要加强这个念头 有时候我发现 很多人很喜欢念佛 念得很酷很酷 念得不太理别人 念得不太耐烦 念得不太慈悲 因为他没有一个正确的动机 叫一心念佛 一心要有一个动机 这个动机来念佛 要让所有众生 都像阿弥陀佛一样 一直提醒自己 一直提醒 如果你现在还不行 你就先提醒再念佛 每一句念佛 你就加一个提醒 加一个提醒再念佛 让自己熟悉那个法 变成你的人格 然后再来念佛 会好一点 我们把所有功德 要完全完全完全的 布施给众生 让他们得到这个功德 让他们离苦 让他们发菩提心 让他们成佛 发菩提心的人 必定守八观哉戒 因为有八观哉戒 才能够有所谓 撒密戒 撒密尼戒 比丘戒 所以各位要以这个 出离心 以生性因果 出离心做基础 而生起对众生的悲心 所以每一个佛 都因为说八观哉戒 而成佛了 所以大布施的功德 不如持戒 不是叫我们不要布施 以菩提心去布施 更以菩提心去持戒 有戒以后 才能够有定 心定以后 才能够有智慧 有智慧以后 才有方便 各种方法 那最后你才能够圆满成佛 一定要守好 身口意 动机 保持六念 保持悲心 在解脱道 各位今天像阿罗汉一样的 急静 心静乐消消 因为你要降服你的贪嗔痴 不造身口意 享受这种涅槃 急静的快乐 为了度众生 虽然我们保持急静 但是我们要广修功德 不舍弃众生 愿他们离苦 所以掌养了 利益众生的善根 往生净土的善根 成佛的资粮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紧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 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开头花苏 红花烟点 4月15号 日本红花之旅 4月25号星期四 据十月 地藏菩萨殊圣公者日 善行与恶行成 一千亿倍 上午十点 日本奈良 开运吉祥 献贡法会 下午一点半 恭送普门品 祈福法会 祭佛法开示 4月26号星期五 据十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 一千倍 晚上六点半 日本大阪 心灵讲座 讲题 心如莲花 4月27号星期六 念卢舍纳佛 大士至菩萨 持摘除岁一千节 据十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 一千倍 天上圣母圣诞 下午两点 日本东京 讲题 因果人生 4月29号星期一 据十月功德日 须十月功德日 须十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上午九点半 日本东京 增 ohio 罗 injured 补迟 简单哥 拯当中工人生 有一颗 ани 好生及足比時時發肥 連路電話 空二 二給一齊八八五五 空三五三三七三六八 空三六五齊空三八五 五月五日禮拜日 四輪六十年 念定講如來 七仔讀作四十劑 古香過上次如來數成功的日 先行一歐行生一百萬杯 百年多次紅千秋 最五八點半 台中五方港湯 慶祝負擔 團修百貫在解 好生點點強水 悠久加甘露時時發肥 連路電話